大家好,我是阿聪 今天我将继续分享2016年到2018年期间 我环绕地球一周的经历 本期的内容是第15集 在坦桑尼亚拿到美国签证 其实早在肯尼亚拿到巴西签证的时候 我就做好了下个签证 在坦桑尼亚拿到美国签证的准备 我在卢旺达的时候照了申请美国签证需要的照片 上传了美国签证预约的基本资料 在布隆迪的时候 签证系统确认收到我的基本资料信息 我在网上选择的申请地点 是在坦桑尼亚的达利斯萨拉姆 因为那年我在的时候 听说有中国旅行者 在这里拿到美国签证的先例 然后我就离开布隆迪 陆路来到坦桑尼亚 坦桑尼亚对中国护照实施落地签证政策 在边境口岸交钱 直接就可以帮你落地签入境 之后我从边境辗转了两天 来到坦桑尼亚东部的达利斯萨拉姆 我在达利斯萨拉姆的一家青年旅社住下 第二天就到美国领事馆指定的银行 交了签证费用160美金 然后预约了下周的签证面试预约 通常都是交钱后选择具体的预约时间 其实我挺紧张的 因为在此之前 我还没有过任何所谓发达国家的签证记录 如果一旦出现什么意外 比如说我被拒签了 我可能也没法实现 我想要绕地球一周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非常非常紧张 这里我要说一个插曲 我在布隆迪的那两天 刚好是中国的农历新年 春节的第一天 我妈通过微信转给了我一个2000块钱人民币的红包 说是我的压岁钱 其实那整整两年的时间 那也是唯一的一次我跟家里有所谓的经济的联系 我收了那个钱 但是我不是为了收钱而收钱 我还要提到另外一个插曲 因为我的护照上的年龄 跟我实际年龄不符合 我护照上的年龄比我实际年龄要小两岁 所以当时我申请美国的签证的时候 我的年龄只有20岁 如果说我完全通过我自己的能力来支撑我整趟绕地球一周的这个行程 我很难说得过去 所以我当时在事情表格里提到我自由旅行者的同时 我也提到了我的父母支持我的旅行 无论如何 我收到的我妈转给我的那2000块钱的加税钱 让我有了所谓的家里经济支持的底气 与此同时我也委托家里帮我写了一份经济担保书 就说保证我不会因为经济的原因滞留在美国 虽然我打印了那个担保书 但是其实后来我面试的时候并没有用到它 我那天到了达里斯·萨拉姆的领事馆 过完安检 我看了一下排在我前面的只有七八个人 但是很快就轮到我面对签证官 那是一个类似电话亭空间的面试处 我走过去 签证官在玻璃窗户的那一端 但其实就像是在银行办理业务那样的场景 你要去美国干嘛 签证官是一个看起来非常年轻的美国哥们 他直接用英文问我 我说我去旅游 那你之前有没有去过美国呢 他继续问我 没有 我说这是第一次 那你要去美国哪里 他接着问我 我说我还不太确定 但是我很有兴趣去看到更多的地方 作为一个游客来说 你去过苏丹吗 他这时候开始翻看我的护照 貌似是翻到了我的苏丹出入境记录 对我到过那里 我说那你待了多久呢 他继续问 然后我就把我穿越非洲的大概行动计划 给他回顾了一番 那你去过巴西吗 他也看到了我护照里的巴西签证 在上一集当中 我曾经提到过 我放弃在肯定下看演示动物 而是把那笔钱用来办了巴西签证 我当时非常巧合的是 那时候2019年之前 美国故障去巴西旅行 还都是需要巴西签证 所以这个巴西签证 无疑是给我加了分 然后我说 其实我还没有去过巴西 但是我打算去巴西 接着我描绘了一圈 我身后可能进行的旅行计划 就是说非洲完了之后 我会去南北和北美 说着说着 我似乎就不那么紧张了 可能是因为这一期的计划 都在我的心里 这些也都慕容之一 也都是我真实的想法 你填表格的时候 提到你的父母会支持你的旅行 他看到了我的申请资料 接着问我 我说是的 然后我想到了我手里 还有打印好的经济淡保书 但是没等我提起 那哥们就打断了 我继续问了 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然后我就如是回答了 我家里的情况 接着我补充说 我也通过我写的旅行的经历 挣一些路费 但是还没等我说完 他又打断了我 这时他丢出来一个 我都不曾过了脑子的问题 你能不能给我一下 你的那个书的网址 我能不能看一下呢 他一边说 一边拿着一张纸给我 并让我写出来 去看我那本书的网址 和那本书的名字 我懵了一下 我竟然忘了 把卖邮记的证据给他带来 我吞吞吐吐的解释说 这是一本 这是一本电子书 它并没有出版 我当时只是可以 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来发送 书的名字叫做我的大学 我甚至都不知道 它是否真的听清楚了我的回答 然后他给了我一个条子 下周一的时候你过来取护照 他说 我还在刚才紧张的吞吞吐吐之中 没有缓过来 我问他结束了吗 是的 下周一的时候就会告知你结果 我就这样紧张的来 也是紧张的走了 而且整个过程中 我们只是在进行了一场对话 没有要求看其他任何的文件 或者材料 等签证的那几天 如同是等待人生命运的裁决一般 最终的结果 是我拿到了这张美国签证 而且当我看到 那个十年有效期的签证 我高兴的几乎都要跳了起来 那也是一张改变了我 很多人生命运的签证 因为这个美国签证 我在后面南美洲的行程中 在签证这方面 得到了巨大的便利 我后来通过这张美国签证 剪化了材料 入境了阿根廷 免签入境了治理 秘� 入境美国用了这张签证之后 我还通过这张美国签证 免签去了菲律宾 过境签证去了新加坡 我也通过它到过 格鲁吉亚和墨西哥 甚至在2019年 我在办理深根签证的时候 多多少少也得到了 一定程度上的旅行信任度 我也通过美国签证 简化材料 在墨西哥城 拿到了我的加拿大签证 毫无疑问 这张美国签证的含金量十足 它也给我的旅途增添了 它也给我的旅途增添了 更多的可能性 我非常感激 当年的那个美国签证 签证官 它跟我实现之后 让地球一周的梦想 提供了非常非常有力的推注 我也非常感激我自己 我很感激过去这些年 我在外所有的付出 如果没有我以往 在外不断走的过程中的付出 我是不会继续走到那天的 美国领事馆 我更感谢的是我的父母 虽然我并没有用到 他们向我提供的那个 经济担保书 但是他们无形中的支持 也给我增添了一份 站在领事馆 面对签证官的底气 本期的内容就是这样 在下一期当中 我会分享 我离开坦桑尼亚 经中国曾原建的坦桑铁路 前往下一站 来到赞比亚之后的事情 非常感谢你们的观看 我是阿聪 祝你们都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 根铁路 阿聋 阿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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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